你的存在 实际上就是一个性传播疾病 你知道吗 我是说它是生命的基础 你因此而出生 不是你的性行为 是其他人的 所以 我们由此而生 我们也要以它为终结吗 是这个问题 这不是关于对与错 不是关于道德 这是关于它本质的有限性 你想要永远受困于它吗 还是要这样想 这是不好的 我不想碰它 不 我想说 对于至少30%到40%的人来说 在他们的内在 这只是一个转瞬机式的东西 但因为社会文化 他们都认为 他们必须要那样做 可能对于另外30%到40%的人来说 这是强迫性的需求 还有30%到40%的人中 他们需要 但不是那么强迫性的需要 这就是人群的本性 我是带着某种绝对的感知 在说这件事 不是所有人总想着这件事的 但当今社会 却在培养他们 就像这样培养 如果你不这样 就不正常 所以 你实际上说的是 过去所有的瑜伽事 都不正常 乔达摩 佛陀不正常 除了那些上色情网站的人 其他人都不正常 没有人是正常的 不 这是对生理的夸张 我们有一个物质身体 它的存在 就是因为某人的性行为 不是吗 所以 性作为一个本能 存在于身体里 是一回事 它存在你的头脑里 是另一回事 它的发生是因为 你身边的某种文化 有人跟你说 它是一种罪 你不应该想这件事 只是 有一种有尊严的方式 来做这件事 因此 我们创造了制度 我们创造了一定程度的承诺 因为 人类对带着一定美感 去做生活中的每件事 有一种基本的需求 否则 我们就会感觉像动物一样 比如吃 我们可以像这样吃 当你非常饿的时候 你就会像动物一样 如果你五天没吃饭 你就会像那样 用两只手吃 就像 你见过饥饿的狗 怎么吃东西吗 就像这样 当需求变成那样 人也会表现成那样 现在 一样的 但现在我们学会了 恰当的作者 当你很饿时 一位歌手 正在向你展示他的肺活量 他做一个arm的时间 你三个arm都唱完了 因为 当你非常需要一个东西时 如果你只是等两分钟 你就会发现 强迫性会变得有意识 食物 性 睡眠和死亡 是四样强迫性的东西 人只是通过 让生活中的这些面向 也有意识地进行 来把自己和动物性区分开 这就是当 如果你像地球上的 任何其他生物一样 做这些事 当你看到 有人像那样时 你会说 他像动物一样 不是吗 所以 本能有一定的强迫性 但你拥有一种智慧 它使你有意识 如果你不这样做 你就会发现 每天你都能听到 强奸和暴行 等等 这样的事 他有的欲望 和别人所有的欲望 一样 但他不能用 一种美学上 正确的方式 一种有尊严的方式进行 而是让他的强迫性 凌驾在智慧之上 所以 首先 别管他是一种罪恶 他是错的 道德 这类的废话 那不是关键 重要的是 要理解他本质的有限性 有很多人 没办法停止吃东西 对吧 关于吃 有一点优点是 如果你不能停止吃东西 大家会马上发现这件事 没见到你吃的人 也能发现 同样的 有些人总是想着信 有些人 走到哪儿 都能睡着 萨特桑是个好地方 这个情况正在发生 没关系 这是基本的事 我们身体里的这些本能 食物 性 睡眠和死亡 当你有意识地做这四件事时 那时你才是一个人 包括死亡 是的 那时你才是一个真正的人 否则 就算是进化失败 那我能做什么 萨古鲁 这是进化的事 不不 重点就是这个 进化就是可以选择的 你会进化 还是不进化 当你是只猴子时 你不是选择成为人 但一旦你成为人 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就是你的选择 在强迫性发生的那一刻 你可能觉得 我没有选择 不 你有选择 你只是还没学会 如何去使用那个选择 本能人在那里 但你能通过选择去做 而不是强迫性地去做 这就是区别 你们所有人都生于性 但你的余生 都要为此而活吗 这是一个选择 它是你身体的一个元素 而非全部 它是你是谁的元素 而不是你是谁的全部 本质上 它是一种渴望 我们渴望什么 是可以被转化的 不是吗 你是一个孩子的时候 你渴望一块薄荷糖 长大后 你渴望其他的东西 现在你是一个年轻人 你渴望某种东西 但渴望不断变化 不是吗 这个渴望 它将因时间的强迫而改变 还是通过选择 还是通过选择而改变 有意识的选择 这不是关于 你必须放弃这个或那个 你必须成为这样或那样 这是有方法的 想要超越的人 能够超越 这不是放弃 如果你超越了 你就从一切中解脱了 但是 即便你身在其中 你是一个有意识的选择 还是一个强迫性的动物 就是这样 因为人和动物的本质区别是 动物是对生命的本能反应 而我们是对生命有意识的回应 去那么做吧 没关系的 你不必感到内疚 你无需感到 哦 我被性驱使 所以我不是灵性的 你被驱使 那么你可以将其转化为灵性过程 如果你成为驾驶者 而不是被驱使者 那就是灵性过程 嗯 你想被事物驱使 还是想成为那个驾驶者 如果你是那个驾驶者 那就是灵性过程 那就是灵性过程 阿弥陀佛